如果你正在忙 连输入一句话回复一下其他人都很难 那么直接输入M 然后空格 快速发出这句话 最长可以打出64个字 为了专注工作 我一般会把任务栏上的时间给关掉 如果打字的时候正好想知道现在几点 输入时间 候选栏就会告诉你 想知道今天几号 输入日期就能看到 想知道今天农历几号 输入农历 如果你不想慢慢查找一些特殊符号 输入汉字也行 比如人民币 美元 欧元 平方 欧姆 伽玛 阿尔法 这些都是Windows 10自带 微软拼音输入法的妙用 但它的常用技巧不止这些 默认情况下 Backspace之前的加减号 或者PageUp PageDong 用于后选栏翻页 不必多说 使用Ctrl加空格键 或者单独点按Shift 可以直接切换中英文 使用Shift加空格 可以快速切换全半角 也就是日常我们看到的 为什么你的英文或者符号输入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使用Ctrl加句点符号 就能切换中英文标点 有人说 切换中英文的时候 默认就能切换标点 何必要单独切换 某些特殊情况下 是需要的 比如 即便是中文下 如果你输入了百分号 请用英文句点 而不是用中文句号 否则容易被误认为 多了个0 如果你要快速切换反简体 记得使用Ctrl加Shift加F 基本上这些快捷键 都能在设置当中自定义 在任务栏上的中文符号上 单击右键 点击设置 在按键中即可看到 在常规当中 你可以选择全拼 或者双拼方式 开启自动纠错 会帮你把拼错的字 显示出来 并告诉你正确的发音 而打开模糊拼音 能够拯救四寸人 福来人 狐渐人 与水火之中 当然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阻碍你普通发的进步 外观主要用于调节候选词的多少 字体 以及是否显示工具栏等等 词库和字学习 可以让你的内容输入更加智能 在其中的用户定义的短语当中 你就可以自行添加短语 比如拼音中输入M 候选位置选择E 短语中输入刚才的那段话 添加后 在任何地方输入M 候选栏第一个都会是这句话 除此之外 微软拼音输入法 还有一个高级功能 其中分别有 人民输入 U模式输入 以及V模式输入三种 具体的操作方法 在设置界面都有说明 比如在全拼模式下 想要输入汉字中的Li 这个信 首先输入Li的拼音 按下分号 然后按下R键 快速进入信式选择 输入字母U 你可以看到候选栏下方自动调出U模式的说明 它包括笔画 拆分 混合 符号 四种输入模式 比如go这个字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读 可以使用U模式当中的笔画模式 H S P N Z 分别代表横竖撇纳折 五种笔画 先输入U 进入U模式 然后输入 横竖 横 横 横 竖 竖 竖 基本上就出来了 不过 如果你并不经常遇到 手写好像更简单点 在任务栏上单击右键 显示出摸键盘 在键盘上左上角的图标当中 选择手写 即可 倒是U模式的拆分比较有用 比如 先输入U 再输入三个水 输入U 再输入四个火 可以快速出字 U模式的符号 也比较有用 分别是 单位 序号 特殊符号 标点 数字 几何 字母 比如 UUDW 即可调出各种单位符号 UUBD 可以调出各种标点符号 V模式是什么呢 先输入一个V 然后在其中输入数字 日期 时间 等等 将自动为你呈现大写状态 比如 V 加4526 就是这种 当然 最后不要忘了表情符号 言文字 等等 一些拼写过程当中 会自动显示表情 比如 微笑 握手 好 输入文字的时候 在候选栏右侧 点击这个笑脸 可以打开表情符号窗口 使用快捷键 Windows加 据点符号 更可以快速掉出 最后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TOPBook 后台回复微软 查看高效操作 温时系统的六个小习惯 微信搜索 TOPBook 共享一千只高效技能视频